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在上一节课的学习中 我们和定香娃娃一起来到了语文原地期 这节课就让我们继续游览剩下的景点吧 在第七单元的学习中 我们认识了搭了着耳朵的大象 开店的蜘蛛 满泥塘的小青蛙 还有变成蝴蝶的小毛虫 这些动物都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呢 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它们与我们一起生活在美丽的大自然中 使整个世界充满生机 同学们,你们喜欢小动物吗? 想想一只什么动物呢? 我们看看这些小动物的图片 小蝌蚪 小猫 小狗 小仓鼠 小白兔 小金鱼 等等 如果可以养小动物 你想养哪一种小动物呢? 为什么? 按照下面的句式 说说你的理由吧 我想养什么 理由是或者因为什么? 我想养小兔 因为我属兔 小兔子很好看 我想养小狗 理由是它很可爱 可以帮我看家 是啊 每种动物的特点都是不同的 我们想养它可能因为它温顺 可能因为它可爱 还可能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乐趣 如果我们想多说一些理由 可以从动物的外形方面 比如 它的眼睛 耳朵 毛色 等等 还可以从生活习性方面说 比如 喝水 睡觉 脾气 性格 等等 你学会了吗? 选一个你想养的动物 说一说 你的理由吧 我想养的动物是小蝌蚪 理由是它可爱 好养 有用 把你想养的理由 从这几方面 具体再说一说吧 我想养的动物是小蝌蚪 因为它大脑袋 黑身子 长尾巴 它长得多可爱呀 不过 我想养它的理由 不仅是因为它的外表 还因为它好养活 用一个瓶子 装上水 它们就可以在水中快乐地游来游去 听说蝌蚪长大了 会变成青瓜去田里捉害虫呢 你说的可真有逻辑 你从外形 生活习性和它与我们之间的关系 三方面 说清楚了你想养它的理由 接下来就让我们将语言转换成文字 写下来吧 以我想养的小动物是为开头 写写你想养它的理由 写话开头要空两格 我相信如果我们养了这些小动物 一定会好好地爱它们的 让我们继续走进下一站 日积月累 二十四节起歌 春雨精春 清古天 夏满芒夏 鼠香年 秋处露秋 寒霜降 冬雪雪冬 小大寒 同学们 在古代 人们根据太阳一年内的位置变化 以及所引起的地面气候的变化次序 创造了二十四节气 用来指导农业活动 为了编辑 古代劳动人民将它编成了这首 二十四节气歌 请你借助拼音 把这首诗读正确 读通顺 二十四节气歌 春雨精春 清古天 夏满芒夏 鼠香莲 秋处入秋 寒霜降 冬雪雪冬 小大寒 注意 注意要把多音字 除 读准确 应该读作三声 除 代表 除属 这个节气 那么 二十四节气 分别都对应 什么节气呢 你看 二十四节气 分别是 立春 立春 雨水 金折 春分 清明 古雨 立夏 小满 芒重 夏至 小鼠 大鼠 立秋 除鼠 白鹿 秋分 寒鹿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和大寒 请你按下暂停键 再大声地读一读这首诗吧 说一说 每一句诗 对应的是什么节气的 我发现每一句诗都分别代表了春夏秋冬不同的节气 而且几乎每个字都代表着一个节气 你观察的可真仔细 是啊 比如说第一句是 春雨 青春 清古天 就代表了春天的六个节气呢 同学们 每一个节气都有相应的特点和习俗 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一下吧 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 打 fel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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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二十四节气歌》来学一学 唱一唱吧 你学会了吗 你来试一试吧 哇 你的歌声可真动听 同学们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经 它能反映季节的变化 指导农事活动 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依 食 住 行 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 学习《二十四节气》是对传统文化很好的继承 因此我们要好好学习 认真记忆哦 同学们 让我们继续往前走 跟着丁香娃娃一起走进《我爱阅读》去读一读月亮姑娘做衣裳的故事吧 哎 在你们心中 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呢 月亮弯弯的像镰刀 月亮圆圆的像玉盘 同学们 你们的想象可真丰富 月亮有时候弯弯的 瘦瘦的 有时候圆圆的 胖胖的 每天都不要变坏样子 那它到底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从文章中找一找吧 请你读一读 自读提示 把课文中描写月亮姑娘身体变化的句子 用横线画出来 和下面四幅图一一对应吧 我们找到了这些句子 描写月亮姑娘身体变化 夜晚 月亮姑娘出来了 细细的 弯弯的 像眉毛 对应第一幅图 人的眉毛 过了四天 月亮姑娘长胖了一点 好像弯弯的镰刀 对应第二幅图 镰刀 过了四天 月亮姑娘又长胖了一点 像只核桃 对应第三幅图 核桃 裁缝师傅看到它变得圆圆的 像一只圆盘 吃了一惊 啊 你又长胖了 对应第四幅图 圆盘 你们读的可真认真 找的非常准确 那裁缝一共给月亮姑娘做了几次衣服呢 为什么裁缝每次给月亮姑娘做的衣服 她都穿不下呢 你来说说吧 裁缝一共给月亮做了四次衣服 因为月亮的身材一直在变化 好啊 月亮的身材一直在变化 那我们就来看一段视频 看看为什么月亮会不断的变化吧 古往今来 有许多关于月亮的美丽传说 比如中国的嫦娥奔月 希腊的月亮女神 阿尔特明斯等等 古时候人们根据月亮的变化和星象来确定时间 因为月亮的引擎圆缺 所以有了月份 那么月亮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 到了现代 科学家告诉我们 原来地球 月亮 还有太阳 是三个大圆球 其中太阳最大 地球较小 月亮最小 三个圆球在宇宙中相互运动 地球有时候会挡住太阳照射到月亮上的阳光 所以就形成了月亮的变化 宁静的中秋夜晚 吃着月饼 观赏天上美丽的月亮 你会不会想飞到月球上看一看 好啊 我们明白了月亮不断变化的原因 那咱们读一读这首儿歌 再来体会一下吧 初一看不见 初二一条线 初三初四向峨眉 初七初八连刀月 初九初十月半边 十五十六圆又圆 没错 月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形态 课文通过讲述月亮姑娘 找裁缝做衣裳的故事 告诉我们 月亮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道理 月亮姑娘做衣裳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科普童话故事 像这样有趣的童话故事 还有很多很多 多读一读这样的故事 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 课外你们自己读一读 和同学们分享一下吧 同学们 再见